广州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不少靓女们也穿得是越来越清凉 而那些色情狂们就见识出动了 提醒各位靓女注意了 虽然男人本色 但变态的就得防着了 昨天晚上白小姐在省特运站坐车回高岗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疲惫 不知不觉的就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可白小姐没想到这一睡就把狼给招来了 我意识当中好像有什么 其他的异物好像黏乎乎的 就是我在上面摸擦 清明的摸擦这样子 后来就是我意识当中醒过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手臂 我的还有我的身衣服 我的腿部上全部是今夜来的 后来我就反手去抓那名男子 就是说那年是敞开的那一种 白小姐说当时车上坐满了人 但当她一边呼啸一边想捉住色魔的时候 周围的乘客不单不帮忙 甚至纷纷躲开 白小姐只好向司机求助 我说司机不要开门 我说我要抓他去派出所 我要报110 但是司机看到这个情 我跟他丢杂起来的时候 司机不但没有理非这个事情 反而说不要躺啊 由于白小姐势单力薄 色魔趁公交车停站的时候 一开车门就马上流至大吉 而白小姐的那只手 就是在捉色魔的时候受伤的 事后白小姐质问司机 为什么要放走色魔 没想到司机比他还理直气壮 白小姐随后报了警 523公交车所属的二汽公司也承认 司机确实有疏忽 但一口咬定 说司机当时并不知情 以为只是乘客之间的小纠纷 不是故意放走色魔的 背信托扰这让白小姐很受伤 但他感受最深的还是人世间的冷漠 道歉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 车上所有的男人都该道歉 提醒各位男士 对于这种情况一定要出手 为什么呢 第一 维护男人形象 告诉广大女性那些不是男人 是败类 君子好色 取之也有道 第二 哪个男人都不敢保证 自己的女人会不会碰上这样的变态 一想到这个可能 您难道不会热血沸腾的 想上去揍那个变态吗 我估计公交车是有录像的 那个变态色魔应该会被拍到 希望公交车公司赶快把录像交给警方 这样的色魔一定要绳之一